大家好! 今天又來包種 但這個種比較特別 是沒有米種 就是現在大家很流行的 新童種 說明是沒有米種 用什麼去代替糯米呢? 就是用椰菜花 在這個時候 台灣比較難買到 沒有圓粒的椰菜花 所以我就在超市買了 這些冷凍的椰菜花粒 因為家裡沒有洋車前紙粉 所以這次就改用 黃金阿麻紙粉去代替 就是之前包台灣的 北部種的時候 剩下一些種椰菜 還有一些鹹水醋 這次用的餡料 和上次的北部 還差不多 冬菇前一晚浸水 冬菇水保留 把蝦米煮乾淨 把蝦米煮乾淨 剪掉定的最尾端 然後可以剪開 冬菇和冬菇定 把蝦米煮乾淨 把蝦米煮乾淨 然後浸10分鐘左右 加油炒熟蝦米 把蝦米煮乾淨 冬菇水過一個篩 加調味料 把蝦米煮乾淨 再加些蝦米煮乾淨 就變成用來滷肉的滷汁 這次滷的時間比較短 所以去皮五花腩 盡量切細些 這樣可以短時間入味 加油 炒一炒冬菇和五花腩 炒到肉白白 就可以加滷汁 用小火 炆20分鐘 再打開蓋 收汁 夾起冬菇和豬腩肉 保留老汁 待會用 鹹蛋黃滾水 蒸8分鐘 然後一開二 用炒蝦米剩下的油 加冷凍椰菜花粒 再加 黃金阿麻子粉 用中小火 慢慢炒 炒的時候 留意它的黏結程度 如果覺得不夠黏 再加阿麻子粉 如果覺得炒得太乾 它們會散開的話 可以加少許水 加水後 可以散開 焗一焗 焗一焗 已經炒到自己想要的黏度 就可以加老汁 炒到顏色均勻 就可以關火 所有材料 所有材料準備好了 將椰菜花飯 秤一秤 我們會分四份 每一份是130g 兩塊種葉 搭上 葉面對著自己 在尾部 屈一個柳豆形 放差不多一半 椰菜花飯 放差不多一半 再放蛋黃 冬菇 豬肉 和蝦米 然後 將剩下的一半 椰菜花飯 放進去 壓緊 種葉 向上屈 兩邊 握緊 再將 種葉屈向後面 種形 出來了 然後 找一條 鹹水草 調兩個圈 再打兩個結 這次包了四個新童種 所有材料都是熟的 所以我們用滾水蒸15分鐘就可以了 拆開了之後 這個新童種的種形 真是很漂亮 這個種吃下去的質感 沒有糯米種那麼黏 而且吃完 也不會有飽飽製製的感覺 如果你是進行 新童飲食的話 這個種就適合你了